现在这个高雄市民有一点紧张的就是说 因为距离高雄市运会不到一个月了 现在呢为了维护市容的面貌 所以市政府就劝导民众说 从现在开始啊到7月26号市运结束啊 凡是呢如果你的家是面对的街道的 无论是阳台啦还是自驾的旗楼都不可以晒衣服 但是民众对这样的要求很难理解 大家抱怨说这市府怎么管到我家里头的事情来了呢 但是晒衣服没有法令可罚 所以市政府也只能呼吁民众要来配合 为了配合市运为了市容观瞻 只要来这里 挂在自家门口的毛巾被要求收起来 就被先生满脸疑问 为了维护市运期间的市容面貌 高雄市政府展开宣导不要公开晒衣服 在市运期间 现在是属于休闻 什么期间啊 现在要市运了 李干世挨家挨户宣导 但民众对这样的要求很难理解 我们家的小鸟要不要收起来啦 要不要啊 小鸟是坐在宿上的 小鸟是一关无级好 旁边是我们的那个所谓 不可以去衣服 你不可以这样要求人就不对了 我们是同样做楼下而已 不然你要去衣服那边呢 我们也没路了啦 没有阳台嘛 没有啊 都没有啦 这个我们的所谓是我们的自由啊 也不可以我们关到这样去的啊 为了维护市容面貌在高雄市运期间下 这样面对大马路的阳台 通通被禁止晒衣服 也就是说全高雄市从现在起到 7月26号市运会结束 凡是面对街道的通通不准晒衣服 平常的习惯一下子要改变 确实有难度 不过不准晒衣服没有法令可罚 市政府只能尽量呼吁市民配合 中天新闻梁家文包经营 高雄报道 9月 열온 9月 ανα判断 爷 5 5